哈喽大家好,我是草芸 刚刚我的前夫他过来了 他问我 袁萧姐是不是带着奶泡一起去 回去广邻 他让我不要回去 他可能知道我回去相亲了 上次我从上春岛回来的时候 我把奶泡送到他那里 他问我 一起去他们家那里吃饭 我就跟他说不去了,我要去买鞋 因为去了一趟上春岛 我把那个鞋子都穿烂了 那天我就去买了一双凉鞋回来 本来还想买一双休闲鞋的 美国的这个朋友 让我不要买了,他在美国那里 帮我买了一双 所以我就买了一双便鞋 穿着先,他今天过来 他带了一双鞋 过来给我,看一下 他帮我买的,他说 不知道我喜不喜欢 他特意给我送这份礼物 然后呢,他就说 让我不要回去广宁 到时候呢,他有时间 再带着我跟奶泡一起回去 他让我不要去乡亲 看一下他给我买的这一双鞋 我那天在金福星广场那里呢 89块钱买了一双凉鞋 因为那个高帮鞋穿了好几个月了 鞋底都进水了 因为我天天出去干活也好 出去玩也好吧 都是穿着那一双鞋 过年的时候呢,我也没有买鞋子 我以为能穿很久 谁知道村去上村岛 不知道是不是在那个 沙滩那个岩石上面 把那个鞋踩烂了 这个鞋 还不错哦,我试一下 反正都已经买来给我了 我就穿吧 平时呢,你主动问他要抚养费的话 他是没有的 反正他买来的,我就要 就当在抚养费那里扣了 奶泡好不好 运动鞋,这个就叫什么鞋啊 这个鞋 还有一双袜子哦 我穿上看一下 合不合酒啊 好看吗奶泡 好看吗 妈妈的那个鞋子好看吗 好啊 好啊 你爸爸是买的 你什么都说好啦 不要 哦,不要 这个是什么来的 这个是什么来的 这个是不能吃的 这个是不能吃的 你爸爸打太阳打CBN出来了 帮我买鞋的 那么好的 刚好一双便鞋 可以穿那个牛仔裤哦 这些运动鞋呢 就穿这些 休闲的 一点的那个运动鞋 这样就刚刚好 还可以哦 还蛮舒服的 还蛮舒服的 不错啊 好不好看呢泡 好看吗 嗯 嗯 妈妈 你就是帮着你爸爸呗 妈妈帮你扯开哦 嗯 爸爸 爸爸让妈妈不要回去相亲 好不好 好 你这个人真的 总是帮着你爸爸 好好好 喂 让你爸爸给一点钱给你上学 他又没有那么刺激 不要 妈妈说去相亲了 不能吃的 这个不是糖来的 嗯 还不错 蛮好的 买来就穿 最好他天天买 是不是 还好啊 嗯 哎呦 是不是 最好你爸爸天天给妈妈买新衣服 买新鞋 哎 反正 不要白不要是真的 他 他又没有不给你钱给你上学 你看一下 昨天晚上 把那个脚磕到黑色了 蛤 就算他 不给我买鞋 我也不回去相亲啊 到时候 看一下 回不回去哦 这个是什么来的 好了 好了 我们换好衣服 换好衣服 妈妈去擦那个腰 你去跟你爸爸去玩哈 好不好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喜欢我的朋友 请给我点个关注哦 谢谢